这个莫亚罗已经为晒的肉都卷在一起了 就这样的莫亚罗等会就握不到沙里去了 它已经没什么火力了 天热了这个水放在里面 它也不往外出 它也不往沙里边握 就放在那个沙台上 一点点 这个壳都晒得已经发白了 整个螃蟹都在外面 或者是沙台上的 找个沙台上的沖清握 这个都不行 天热了这个放在鲜都是握沙的 放在这个沙台上 来了 挺好说话的这些 这又过得天亮 不合适啊 天热了它过得就上天了 也说会晒坏 这两条马叫鱼温是来早一点 肯定是活的 处理晓得一几点 后来这块海鸟吃 这两个差不多大 海鸟还不知道摔什么 它等一会就会下来吃 这这海鸟有让它们吃 放在那边看 太小了吧 这鸟也不大 就放在那边看 瞬间就卧在沙里边 瞬间好几条 看你的渔往篮 在底下 刚才有一个特别大的 好了 这边还有这些小的 放到往这边吧 这个就不小了 这都给你们找着飘慢 这边沙台堆着 全是清晃 这一片全都是 不知道的 还以为改才改到草原上面 一般这个堆打着的时候 这个沙台在那边 找着手 这边全是熟 前面那个堆着就在那边 刚才路过这个地方全是清晃 这些图片全是煮熟 这边煮熟 煮熟以后这个沙台比较干 干的话它们盐都划不了 都不能感觉到 下 这个真的感觉到 这个站上 出来 干什么不大 这边上面放 回去 一边边中 用那个水母跟水母的大液 不能代表那边的 水母大液 不能代表那边的水母大液 不管是水母大液 不能代表那边的赤油 这上面有赤油的东西 吸下来了 这上面带的那种措靴 我们经常拿得 有时候碰到手也咬 这个也没换 也能吃这一个 这个比那个水母的皮子要脆 特别好吃 这个都可以带是 特别就这种的地方 下面都喜欢阵化 看见了吗 它呼吸马外喘 那个车也都能看见它 还随便的 它这个带紫的 把它给它摁住 要不夹手 这种好像力气在外打天 颤子都能夹起来 我给它放在这个水里边 这好像身上得带个好几千只 握个沙板 把它握在这里 在那种座边上 很容易被人家找到 都喜欢住在那种地方 刚没看到那个石头在边上 还不出来了 还行啊 它都也不小 很腌上 看到这个肉 入位子一个 现在这个车往车在红圆 然后一直往来缩了 这边的挺坚实的 放在上面 这是个发展油握的事啊 太不标准了 这脑袋老袋这个地方固有 它这个白的是摄上带的 我以为是粘了个贝壳呢 哇 这个鲜活啊 你看那雷小水就这么紧 它为什么不往前一点握呢 往前一点握我就发现过 这个发展油是会咬人的 这么大就行了 看见这个黑色的地方了吧 这啥肚子啊 还这一脑袋熟 我这第一次赶紧剪刀苹果啊 过去后来的 这个时间长了是吧 这么大一个苹果 这谁不是给丢海里的 太狼狈了 不知道从哪里飘来的 这是 这个模样我应该爬很多长时间吧 它也握不到沙里面去 这边沙子可能比较硬啊 它握不住啊 就刷着 就趁它锁着 你也挤它一下 锁着太快了 这种模样 就在刚刚退潮 你看这个肉多硬 退长时间长的话 它就是肉都软了 这样锁得快就是刚刚退潮了 身上都还是湿的 这是花担心的 什么心 你能听一下它声音吗 支支叶 我们这边加支支叶 支支线的一根 扣出来 在这种沙滩上它不愿意活上 它一般流点水的话 它喜欢活 在这种干沙滩都活不进去 我都没想到这里边能住一个巴掌鱼了 这边也没有水 这个巴掌鱼也没什么活力了 要不它都能跑 在这种壳里面有水 它吸的挺进 没水的话都没活力了 你看这壳头大 哪让我似的 这个巴掌鱼脑袋都快硬了 就这样的巴掌鱼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都不愿意多长 都不愿意多长 它能变幅了 我给这个壳放了 给这个巴掌鱼带上 这个巴掌鱼各种不销 放在水里面 这么好 一天过来的话 还能解决吧 这晒的时间是什么 我朋友用了这个 变幅了 放在这里面 我都让开尿吃一吃 我要是不给它打开的话 开尿都没办法吃 就这种跑一下会可惜 这么大一个 带着的巴掌 这应该是铲了一半 这么大个竹 就带着铲的巴掌鱼特别多 不可能就这么少 只是铲了一半 没活下去 这个则也没用 浪费了这样 这个重量还可以 时间应该不是太长 这缩线比较神奇 它这个身体里面那个肉 时间长的话就变成水了 就特别轻